南投县于14日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开放 71岁至73岁长者 原住民61至63岁者 今日上午于南投卫生所进行疫苗施打工作 民众出席踊跃 而本批制接种疫苗将持续到7月22日子 卫生局也提醒 有收到接种通知单者 代表一定可以接种到疫苗 请民众依照通知时间接种 请勿提早前往 以避免酒后造成群聚 最近是我们疫苗施打如火如土的展开 那么今天卫生所也接获我们71至73岁的长辈 接到通知单可以到我们的卫生所来施打 那16号到21号 我们陆陆续续的年龄往下修 长辈接到通知单也要赶快如期报道来做施打 只有全面普及 才能够迈向我们解封之日 恢复平静的生活 那最近我们的服务处接受很多的民众陈勤 我们南投县的一个施打率比较慢 尤其是65岁以上的长辈 都还没有接受到我们的一个施打 所以也呼吁我们的卫生所能够尽速造册 让我们的施打率能够快速的完成 让我们的民众免于疑虑跟恐慌 先余燕雪表示 疫苗施打工作坚持于南投卫生所进行 也在此呼吁长者 如果接到通知单 一定要如期报道来进行施打 普及施打率才能提升保护力 另外在施打完成后 一定要听取医生的建议 多休息多喝水照顾好身体 所以燕雪还是要呼吁我们的相关单位 尽速的造册 然后连你能够尽速的往下修 还有很多年轻朋友 也是打不到我们的计苗 所以希望能够加强脚步 让我们的施打率能够充高 让人民恢复平静的生活 那这边也要特别的 跟我们的长辈呼吁 打完疫苗 我们能够多休息 多喝开水 尽量保持身心灵的舒服 那有不舒服的地方 也要是尽速的来请教医生 总而言之希望大家都有健康的身体 才能够行万离路 另外一些原来医学也指出 现在疫苗施打对象大多都是长者 但还有许多年轻朋友都没有施打的机会 在这边也呼吁相关单位 希望能将疫苗施打对象的年龄层往下修 让更多人能够施打提升保护力 记者中俊南投采访报道